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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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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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出來做炮灰 你們看了 賀錦麗 賀錦麗的名格 有沒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沒有 他今年 他甲晨年出生 今年又是甲晨年 他叫連署服任 連署服任到 做什麼都有人壓著你 不讓你出位 你還怎樣選總統 否則他神神自刑 自找麻煩 自己說話給自己煩 他現在出來選已經是麻煩 但是你說 人家對他很多負面批評 又說話又不知說什麼 但是 你不要理他 他做過副總統 他明格整體來說 他明年選 我就不敢包 他今年選一定沒有去分 但是他的名格算不算好的 其實 他的名格是怎麼說 都是一般的 但是都做到副總統 他怎麼說 他的名格是可以做到很大的新聞出來 其實名格怎麼為之好 尤其是真的要想想 那 譬如你說 看自己的心態 如果你說 我一個不學無術的 臭字 可以做到Number Two 很多人都說我不知多少 算是這樣的 但是也有另一心態 可以想 屌你老母 我已經是屌你老母 一人之下 但是就是一人之下 我變了按狗狗 別人當我笑話 屌你老母 那個心態可以很不滿足 那怎麼為之 所有的名格 好不好 你們其實是看什麼的 我們 同一個名格 譬如川普 我們一看就知道 他不是常人 但是同一個名格 他可能都不是常人 但是就未必是這麼大 你看不到有多大的 他原來在那個 這麼說 譬如在香港 他成為一方之雄 有一間大公司 找到幾億身家 就是那個名格 看不到 看不看得到究竟 他是一個找幾億 還是做一個美國總統 看不到的 是 看到他是一個大人物 看到他會不會有權有勢 看到他會不會有錢 但是你也未必看得到 他有權有多大 看不到的 我只看得到他有權有勢 大到他就看不到 OK 即是譬如說 一看 這個人 這個人有權有勢 他揭忠 原來他是日本 Sony的總裁 OK 有權有勢 但日本Sony的總裁 跟美國總統 當然是兩件事 當然 兩件事 有時候會看 我們還未知道 那個人是誰的時候 有時候會不會 有些情形 這個Sony總裁的盤 似乎比美國總統的盤 似乎比美國總統的盤 那不一定 有時候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你在未知道那個人的時候 會覺得 如果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 他會說 我看兩個都是貴人 兩個都是貴人 不非一般人 兩個都是有權有勢 兩個都不是一般人 是的 但是你說我真的看到 一個做總統 一個做總裁 就真的看不到的 我的意思是說 會不會有時候 你這樣看那個盤 覺得 譬如這個總裁 在那個八十年代 真的很順利 然後退休 受終正審 這個呢 做總統都可以還死 或者做總統都可以 心霸明滅 是的 那你會有時候 在未知道哪一個人 會不會覺得 不過這個人似乎 這條命更好 更舒服 更漂亮 更貴重 I mean 都會有這樣的情形 有 到了你揭衷 就知道 原來這條人真的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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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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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贏你1%就贏了 是不是1%呢 可能是這樣的 如果 周拜登 不下台 跟特朗普鬥 可能贏多些 如果 賀錦麗上場 可能贏少些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慘 左膠就是左膠 如果因為 賀錦麗的能力 沒有問題 我覺得選任何人 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因為 特朗普 所以anyone 都可以的 也是一種想法 但是有人是 因為他是女人 因為 其實他不是很黑 其實是印度 就是黑人 所以我要損害 他可以 沽到這些票 如果是這樣 這個國家 你不要跟我說 沒有種族歧視 這個國家 就充滿了歧視 老實說 如果是一個沒有歧視的國家 根本就不應該把膚色 這件事 去擺在桌面上 根本不是考慮的因素 就是他的能力 是不是適合 所以證明 美國是一個 含家產的種族歧視國家 特別是左膠 左膠 最有種種族歧視 我講的 不用說話 你只是什麼呢 你只是看看 香港的白人左膠 OK 他絕對不會看得起你們 我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我第一次見歐樂軒 因為我去他 他第一句 他不是說 給你那些好 不是說那些 他說 我想問問你有沒有讀過什麼 這樣 拋公我 你說他多看不起你們這些人 是 很多精英 自以為精英 自以為精英 很多這些人 好了 那 特朗普 我沒有說什麼 之前你有沒有說過 特朗普可能會遇險 我 我 我沒有說過 特朗普會遇險 是 很多師傅都 都預計到特朗普會遇險 是 那我就沒有預計過特朗普會遇險 因為我 沒有人叫我做 我沒有理由特別去做 好 但是特朗普今年會 有驚無險 直接是無驚無險 特朗普是贏的 但會不會有 他有險情 但會沒事 險情的意思是 選情 選情有險情 或者他可能 可能 我不確認 可能再會 你會更多次 因為真的太多人 不拒絕你 因為太多人 太害怕你做總統 會不會再遇險多次 當然 你這次有沒有去計 我這次 我這次有去 阿欽預計 阿欽預計 阿欽預計之後 我就預計過 阿欽會再預計 阿欽會再預計 他11月選舉 我想阿欽 可能會 可能 可能會 預計一致 過不過度 過度 過度一定沒有問題 但會不會 有人預計 是說他 選中 當選之後 再預計 選中了之後 就不會如此 中了之後 那個保安系統 又高一級 阿欽 其實我真的很不明白 你問題 如果 真的有人 如果有一個解 就可以解答我 其實 據我所理解 不是因為候選人 前總統 前總統 那個保安級別 是跟總統一樣的 你說現在很嚴重 所以很嚴重 現在 特勤局 就承認了 OK 首先 阿特朗普 前日接受訪問 他說 沒有人提過 因為 問阿特朗普 Fox News上問他 有沒有人提過 你在暗殺事件之前 有沒有人提過 他說沒有 有沒有人提過 阿特朗普說 他們本來可以說 叫我們等15分鐘 20分鐘 沒有問題 他不出來 掩放豬 但沒有人跟他說過 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 這是阿特朗普說的 那 好了 阿特朗普也質疑過槍手 是怎樣可以 上屋頂 OK 他說為何可以上屋頂 為何沒有人報案 如果有人報案 為何沒有人不美 那些我們其實 不用阿特朗普去質疑 全世界都在質疑 無論是否阿特朗普的支持者 OK 好了 特勤局終於承認 昨天說了 他們拒絕了特朗普競選活動 加強保安的要求 其實原來阿特朗普的團隊 是叫他們為加強保安 說了幾次 他們說 因為人手不足等等等等 他說如果人手不足的時候 其實這個不可能 因為他是前總統 他們會依賴州或地方合作的夥伴 來填補空白 那麼州或地方合作的夥伴 在賓州去哪裏 即是那次事件裏面 7月13日 好了 星期一 特勤局局長 Kimbri Chitto 出席了眾議院監督委員會 的聽證會 在聽證會上承認 他們的確未能履行保護特朗普的使命 既然這樣就不用說話了 承認 可以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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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你以為那個槍打死了 特朗普 會發生什麼事 喂 真的 神經病 不是神經病 真的 可能是世界大戰 會由來戰開始引發 是吧 由Civil War開始 而當你美國一躍的時候 這個世界會怎樣 對 所以這個子彈真的改變人類命運 真的一剎那 你說 一千萬分之一的機會 這樣就說沒有了 有沒有可能 另一轉頭就射給他 但是呢 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天窗幹人大 大蠻不死 大蠻不死 你有沒有看過 一定有 我一早已經說了他 一定贏 一定贏 但是呢 我們安撫一下 網友 那些網友很擔心 美國的網友 說你們呢 是不理解 民主黨的支持者的 stubbornness 就是那個 環固和他們的競選團隊 那個 就是民主黨的 那個機器動員 我又跟這個網友 阿帕特利說一下 我告訴你 今年呢 你問我 我真的睡覺 我發覺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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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像不到的 你真是 全國地圖一片紅 你真是想不到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最新 這個呢 近日最熱的呢 就是有一個叫做 叫做 叫做布蘭登 比格斯 Brandom Beats Brandom Beats Brandom Beats 他在3月14日呢 在TikTok上 3月14日 写了一個視頻 他說 Donald Trump呢 會遇襲 他說呢 OK 神跟他說 這個 這個Brandom Beats 在3月14日 TikTok 裡面 他在美國 將會翻起一波 愛國主義 這個Brandom說 每當我看到特朗普 就會看到一道 紅色的波浪 從墨西根州霧出來 接著整個 俄系 河馬州的人拿著火把 新的愛國主義 就像火一樣 不斷蔓延到 全國美國 Brandom Beats 還說呢 他在意象裡面 看到特朗普 這個是3月14日 遭遇刺殺 我看到特朗普 站起來 有人站著 暗殺他 子彈飛過他的耳朵 你的頭是很近的 連他的耳膜都受傷了 他說特朗普受傷之後 立即跪在那裡 向上帝祈禱 得到上帝的救贖 Brandom Beats說 特朗普逃過此劫之後 會變成一個更加 因為他本身很虔誠 更加虔誠的基督徒 OK 這一個呢 這一個 3月14日的TikTok 哇 真是瘋傳 他不單止 看到特朗普遇刺 他還說 看到特朗普在大選裡面 贏到 現在面臨的官司 就會結束 而且 特朗普回白宮之後 會因為一個偉大經濟大約計劃 導致美國出現一場 比20世紀初 經濟大蕭條更加嚴重的經濟危機 OK 不過Biz說 那次經濟災難 不是末日審判 而是反而是一次修正 反而是令到世人醒覺的 哇 那我真是很奇怪的危機 這一段影片 在美國的社交平台引起熱議 那當然有人認為是吹嘘 但是因為你是3月14日的TikTok商 照理你沒有得不同的那些 什麼外式外來人 是吧 那你真是很忍神 我們先看看片段 看看照片 這一個呢 就是Brandom Beats OK 在TikTok節目裡面 他講 大家上網都可以看的 那接著看第二張照片 他甚至乎形容了 是特朗普這一隻耳朵會中槍 但是這一個 不重要 更加重要的是他跟著的預言 他說 他現在 Biz說 他為另外一個企圖 暗殺特朗普總統的女性祈禱 他說見到一個 金頭髮的女人 頭髮盤成髮色捲髮 我都不知道什麼叫做髮色捲髮 我想出來很科毛 我都不知道 他做一件很漂亮的禮服 好像他參加一個舞會 他為一個城市 他說他好像來出席一個城市 但其實他想再次傷害特朗普總統 我們必須阻止這件事發生 我警告你們 我亦都向上帝祈禱 我希望特朗普團隊裡面 任何人都聽到我的話 你要注意這件事 就像我說 特勤局沒有去阻止屋頂上面的人 在上次事件之後 如果是我 我會僱用新的保鏢 我意思很明顯 特朗普總統需要更加人多 多人去幫手 所以這位女士 我們為他祈禱 好嗎 在那個時候很多事情會發生 真的有金髮女子 盛莊 很難估計 鬼婆可能都金髮的 每個都是金髮的 老實說 是甚麼事呢 TikTok有可不可以做假呢 特朗普總統要為四塊防彈玻璃 其實應該是要的 應該要的 Anyway 我們不要那麼擔心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好